记者谢君临台北报导 解调侦办中国学生周洪旭来台发展共谍组织案 19日大战战搜索新党青年君王秉中等人住所 并传换网等人作证 历经18小时后全数请回 引发侵害人权不符比例原则争议 新党青年君质疑检调烂权搜索 设防害自由侵入住宅 独职等罪 今至台北地检署控告承办 该案的检察官调查官并向高等检察官地状 申请权案一转管辖 律师陈立林则强调搜索票无法官签名为法 王秉中委任律师陈立林表示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8条第三项搜索票 需有法官签名 法官也等于在搜索票上 对执行人员为适当之指示 和发搜索票之程序不公开之 换言之即使有官印还要有签名才算合法有效 王秉中说还好他有直播录下来 否则根本死无被证 他解释在调查局官员出事手中搜索票时 首一直在法官签名栏位画圈圈 却说不出法官姓名 但上面却是一片空白没有签名 这到底是鬼遮掩还是他活见鬼 王秉中也痛批 检调经理预设他们为嫌疑人而非证人 他说调查局人员回答不出法官姓名后 今身后的国安站副站长提示才说的出口 且有国安站人员脱口说目前设定 那个犯罪嫌疑人 另一位检调人员才赶紧插话说 不是不是 你是证人